经文继续 当地时间13号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马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马昭旭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 代表140多个国家发表题为 共同努力消除贫困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联合声明 马昭旭说 实现全球减贫目标任重道远 国际社会应同州共济携手合作 为尽早实现彻底消除贫困的目标 共同建设一个没有贫困 共同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不懈努力 马昭旭表示 消除贫困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途径 目前全球有8亿多人生活在贫困中 如何有效减缓和消除贫困 为更好促进和保护人权创造条件 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马昭旭提出四点主张 一是加快可持续发展 发挥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 相互促进作用 推动扶贫减贫 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发展 与人权保障统筹坚固 协调发展 二是综合施策 实施开发式扶贫 把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作为基本方略 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为贫困人口提供卫生 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 扩大就业 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三是坚持社会公平公正 四是加强减贫国际合作 消除贫困来保护和促进人权 这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话题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讲 尤其如此 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 都面临着贫困问题 不解决贫困问题 弹劾人权 因此中国提出来 消除贫困促进保护人权 这样一个主张以后 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 那么最后140多国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联合声明当中来 这也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 进一步加强合作 促进保护人权 消除贫困 这样一个共同的心愿 谢谢大家